白色上衣的妙齡女子和家人上山 赏夜景拍照留念 但背景怎么怪怪的 仔细看右上角 竟然有一张清晰的女性轮廓 嘴角甚至还疑似流有血迹 地点就在桃园龙潭附近的景观餐厅 但五年前附近山上曾发生情杀命案 有网友比对这张灵异照片 说猛一看和当年乳孤山遇害女子 五官发型似乎有些相似 让人不寒而栗 但也有人质疑照片的真实性 看起来又没有一些瑕疵 就很难说明说 到底是后制或者是眼尖照出来就这样 就连摄影师也辨别不出 照片是否作假 但科技日新月异 各种修图软体盛行 也有人不以为意 角度问题吧 所以你不相信那个是灵异照片 我不相信 拍起来还蛮恐怖的 应该是光的还是怎样的角度的问题 才看到那种人影啊 照片中的网友表示 照片是一年多前拍的 当时也曾怀疑是反射因素 还在餐厅内寻找 有没有五官相似的客人 但却没有找到 都没反应 都没反应啊 来到这边就不能锁了 不是说一次这样子而已 我已经自己也测试了好几次 情杀案过后附近陆续传出了诡异事件 虽然有技师研判 遥控器失灵可能是因为靠近高压电塔导致 但也因为一张照片又替桃源乳孤山 增添了神秘色彩 三连希望王浩元江翔 桃源报道